寒冰哥请教一下 这件事情绿营会很担心吗 像是刚刚我们讲林静怡 为什么来这波操作 当然他对自己的考栏也有 可是像我看到一篇上报 在突然解读啊 说这是北京在暗推蓝营 来翻修国安无法的作为 更说大陆原本看到人数 怎么开始减少了几扣人撞绅士 还说要让每一个立法院的委员会 都得派一个蓝尾来扩大绅士 所以才最后变成17个蓝尾访路啊 谁说大陆几扣人的 是哪一位 包含吴珍啊 包含这个报导里面都有 吴珍你搞了半天你是共谍 你跟老公怎么熟啊 对啊 怎么会有这个窗口 对啊 你怎么会知道老公在几扣人 你真厉害 你了不起 为什么突然之间 本来传说大概只有四五个人要去 为什么一下暴增到17个 其实理由很简单 因为之前很多蓝尾想去 但是又怕会撞到会期 对 确实是 所以大家都犹豫不决 甚至觉得说会怕被骂 对啊 所以都不想去 但是后来发觉傅昆吉这个安排 可以避过会期的时间 然后可以把整个行程浓缩在 两天两三天之内就搞定 所以很多人就愿意去啊 愿意又不耽误开会 那不会让人家骂说 你没有尽到你自己的责任 那又可以去跟对岸沟通 那何乐而不为就去啊 花个两天的时间而已 所以我觉得这才是人数暴增的原因 国台办没事疾空 我觉得真的是胡说八道 那他既然急扣的话 现在国安单位在谁手上 国安单位不是 我们这个国安局 那个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 不是马上要转任国防部了吗 你们现在马上公布 你们我相信你们都有在监控这些人啊 把这些通理人拿出来 看看老公到底扣了谁 不要在那边鬼扯 那刚莎莎主播说 那个民进党为什么这么急这么怕 其实民进党一点也不急也不怕 他有什么好急好怕 所以倘若有突破 就他们来说也不痛不咬 也不会有突破啦 我跟你讲为什么你知不知道 就是实际上不是这些栏尾去的会有突破 实际上是这些栏尾知道大陆快要开放了 所以赶快过去希望跟大陆沟通 是不是看能不能开放更多层面 或是他们希望开放的一些点 大陆可不可以配合 是要去跟他谈这个 那民进党不知道大陆快要开放了吗 民进党也知道啊 因为习近平在跟马英九会面的时候 就直接讲了 他说他希望大陆青年多来台湾嘛 所以那句话一出来之后 包括国台办 包括他们很多地方政府就开始动了嘛 就是准备要对台湾开放 所以大家都知道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大家才要去 其实就是这样 这样的一件事而已 那民进党根本不用担心 他也没什么好怕 他根本没在怕 他只是看到了 又可以抹黑操作一波 所以要赶快抹黑 不趁这个时候抹什么时候抹 就是这样 那林静怡会讲这种话你意外吗 他不讲这种话的时候 你早一次出来给我看看 他有没有不讲这种话的时候 上新闻的我从来没看过 所以他民进党会有这些举动 根本不需要 不需要去意外 也不需要去压抑 他就会这样做很正常 但是我们反过来来说 接下来民进党恐怕要面临的难题是 大陆要开放 那你民进党要不要开放 重点在这里啊 对啊 那你民进党开不开放 你之前一直讲说不对的嘛 人家不开放嘛 那如果大陆开放了 那请问你开不开放 你要用什么理由开放 还是你要继续 继续闭关 所以我觉得这是民进党自己要去做的抉择 然后讲刚刚严教授说 傅昆琪不应该去讲观光这个东西 我觉得他讲不讲其实都无所谓 因为以花莲现在的状况 恐怕半年之内观光都好不起 因为太鲁阁 我听说太鲁阁恐怕不是半年的事情 恐怕好几年 没错 对 才能够重新恢复 然后你看最近花莲余震不断 然后前两天要大雨 你敢走梳花吗 我是不敢 我说真的我不敢 因为什么时候会有落实下来 我都不知道 甚至不要说是梳花 像我固定会去平溪啊 去看一只狗狗啊 我今天都决定不去 然后昨天本来我太太要上去 我也叫他暂时先不要上去 因为平溪那边最近也常大雨 你以为平溪不会山崩 一样会 而且不只是细平公路会山崩 你正常一般从高速公路下来那条 也是有出现过山崩 所以我们台湾本身就是一个 就是到处都是山的岛 所以这段时间山路恐怕都会有点问题 大家能够不去山上就不要去山上 那这些栏尾呢我觉得 他们也不用在乎这些民进党帮他扣红帽子 因为请大家想一件事情 他不去的话民进党就不扣他红帽子 一样扣啊 所以去不去有差吗 根本就没差 那民进党在那边讲说什么 啊你们这些人就是要去听老共的指示 然后回来修什么国安无法什么东西 请问一下我请问一下这些民进党的人 他不去大陆他就不修国安无法了吗 他也是要修啊 本来就应该该修的东西 去不去大陆都要修啊 就这么简单 那我觉得最可笑的就是 这些人每天都在那边讲说 你去中国大陆接受指示 你去北京听讯 你去干嘛干嘛干嘛 请问一下现在是什么时代 我们没有手机啊 我们没办法视讯啊 你一定要去中国大陆才能接受指令啊 如果真的要接受指令的话 而且更厉害的就是 你们的吴征都知道老共在干什么了 对啊 对啊 那你们表示你们 比国民党还跟共产党更熟啊 吴征昨天用一种那种感觉 好像插播最新消息 他就说呢 我来跟大家报告一下最新消息是 大陆还要求我们立法院的每一个委员会 都要派人去 是那太好了 你吴征真的跟老共熟的不得了 搞了半天你就是 那个国台办驻台办事处 还是央视在台协力者 对啊 你是国台办发言人吗 所以我真的觉得 不要讲这种自打脸的话 你这个就是认知作战嘛 这个就是造谣嘛 不然的话吴征你把证据拿出来 你的证据在什么地方 我保证你没有证据 所以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吴征其实真的不适合政治 因为这个人超级容易被打脸 然后嘴巴又笨 我都不知道这个人为什么 现在还赖在发言人那个位置上不走 人要自知之明 你去做任何其他一件事都比完政治好 吴征真的我最后一次劝你 杨明哥之前也是你跟我们说到 其实有很多栏位也是有 刚刚我们讲时间上面的考量 所以呢一度有不少人都退出了 那但是现在选择礼拜五的傍晚去 然后就花六日去 你觉得这个时间点上OK了吗 那一般对我们这种小老百姓 大家的观感上面真的还会有影响吗 那除此之外呢 也来讲讲柯文哲今天的最新说法 他就说他认为傅崑奇访大陆 也很诡异 那立法院都还在这大院的期间呢 不合常规 显然大陆跟国民党有默契 而我们都是局外人 这时候柯文哲的立场又变了 应该是这样讲啦 就是说会其中党团总召带了这么多立委 去中国大陆 这确实是罕见的啦 这个确实是不常见的 但是他今天傅崑奇他强调 今天最近有一个这个新闻说 什么再多的火烤他都愿意承受 他讲的是魔烤不是火烤 是魔烤是魔鬼的魔 他意思是说这是魔鬼的考验 你们要怎么样羞辱我 要怎么样攻击我都可以承受 他傅总召他认为为了观光产业 为了这个所谓的农产品 去向对岸沟通 这是他身为一个政治人物 应该去承担的 这我们尊重傅崑奇总召的这个想法 但是国民党本来就是一个主张 两岸应该要交流 要和平往来 要去有更多的互动的 这样的一个政党啦 那民众党本来就是一个摇摆的 摇摆不定的政党 所以柯文哲会这样讲 就是因为风向看起来 哎呀这个大家都在骂傅宫奇 那我也踩一踩一脚好了 可是说穿了 等到哪一天 民众党组团去访问中国大陆的时候 不要忘记哦去年有哦 去年是有民众党的党 而且是有党次人员 是有到这个中国大陆去的哦 所以甚至你要知道 去年选举唯一一个被反渗透法 起诉的候选人 是民众党 原本是民众党 后来当然他被开除了 他是因为这个 因为反渗透法被收押 他才被开除哦 所以我只能说啦 民众党自己的两岸的路线 要先确定好 要先确定好 那至于国民党这一次的这个行程哦 首先第一个 如果牵扯到 当然对民党来讲 一定要把那个国安红线 扯到这个所谓的 这一次他们去中国大陆的这个行程里面 就是什么要去修国安无法啊等等的 那我们的民进党 我们执政党都知道共产党在干嘛了耶 老共要小心啊 这个我们的那个你们的情报作业 你们都被我们这个情报征收 全部都已经掌握了 我只能说这个我们反攻大陆有望啊 我们的情报战很强啊 我们渗透成功 对 然后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在野党去中国大陆 马上回来就要修这个无法了 那我只能劝民进党 赶快依照反渗透法第四条 第五条的规定 任何人不得受渗透来源之指示 委托或资助进行游说法第二条 锁定的游说行为 什么叫做游说法第二条锁定游说行为 就是找立委去修法 所以中国大陆如果要求你们这些立法委员 去修法就违反了 就可以办 就是反渗透法 那里面呢还提到 如果针对国防外交大陆事务 涉及国家安全或国家机密进行游说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五百万以下罚金 请民进党的这个政府 请检察署 请调查局 复婚期礼拜天晚上飞机一下来 马上带回去 你们掌握了啊 你不是说他们要修法吗 你不是说要游说这个处理这个法令吗 赶快立刻带回去 朱立伦也逃不掉 朱立伦说反渗透法一定要修 朱立伦是不是也是共犯 全部抓起来 最近可能友台大概可能都是这个论调 我是认为民进党政府如果不敢抓就是心虚 就表示你们这个造谣 如果 你们都掌握了 对啊 你不是说他们就是受到这些这个这个渗透来源来指示要这个吗 修国安无法 对啊 你不是说修国安无法反制人斗法什么 他什么的一大堆 还有人什么什么卡花连三部曲还有什么各式各样的小说 都有 还说什么以后如果开放这个陆克来台 还要针对国民党执政县市才开放 非国民党县市不得不得开放 这是民进党里面的他们讲的他们说我们来研判一下 你们都掌握这么多了 赶快办赶快抓 好不好 把傅昆琦抓起来有什么好处 以后你们表决会赢 对不对 立刻收押 他没有办法这个 这个这个投票了 以后司法委员会就不需要黄国昌那一票了 你们可以直接 屠杀国民党 民进党赶快干啊 礼拜天晚上 傅昆琦下飞机立刻抓 好不好 好不好 都有证据啦 你们不是都说都掌握了吗 他们要这个 依照这个渗透来源的指示 要修法 我们有法 这个法是你民进党执政全面国会过半的时候 立的反渗透法 2019年那时候总统大选前三读的法案啊 那时候对象是谁 那时候对付的就是韩国瑜啊 所以这个法这个时候不用更待何时 赶快赶快 这是有17个 17个未来民进党就会变成国会第一大党 对 碾腰哦 赶快赶快 立刻做 好吧 郑明谦准部长 现在是北剑检察长 立大功 立大功的机会来 你也和我一样爱吃米食 面食 甜点 以及手摇影吗 我特别了解你的烦恼 所以现在要跟你分享一个可以放心享受美食的超级好物 就是这个 每日完胜白胜豆萃取物口含定 餐前30分钟一次吃两颗 吃大餐 So easy 旺旺出品的这一款每日完胜白胜豆萃取物口含定 是柠檬红茶风味的 像这种夹链包设计哦 特别严选了北美优质白胜豆 获得了美国FDA的认证 以及GRAS健康许可 这个成分呢其实是很天然 而且品质安心有保障 所以现在就赶快上快点Go 为自己的健康自信与美丽下单 很重要的时期的输入推荐代码 因为会有额外折扣